政府那裏真是言不由衷,因為在我們那份文件裏面,你已經估計了,如果實行你們那些事情的時候,會多了百分之三十的人申請的, 你是估計的,你說沒有數是多餘的,你有估計的,對不對?你不要博一些議員看文件,已經有了,你估計了有30% 第二,其實是因為立法會衛生時務委員會通過了兩個決議,一個就是資產的百分之五十,應該是永久成的,不是每次來批,每一年來看一次,第二就是說,由可動用資產那裏,是兩成,變成一成,這個完全是很清楚的,就是說減輕, 那些罕見病人的負擔,和照顧他們,或者他們的家屬的負擔,那你們有什麼意見呢?你做多久呢? 現在立法會有個衛生時務委員會,已經通過了兩個決議,要不然你都不會開這個會,是不是? 11月通過,現在是12月,放假之前,那你今天還在那裏皮說,其實我們都不知道路向是哪裏,因為立法會已經有了路向告訴你,我現在問你,那些通過的議案,你們當是真的,還是不是真的? 是不是?其實很簡單,你們都估計了,過了這些措施,每一單個案,要給大約一萬元左右,有數得計的嘛,是不是? 那麽如果這個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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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鄭月娥在去年,拿400多億去退稅,在那裏拿回,百分之一出來, 大約5億已經增加了,5億就全部問題都解決了 也不要說你如何立入那些藥物 也不要說如何改革病人的諮詢 這樣做不到,你跟我說將來你會做什麼 我不知道陳醫生會不會問你 你必須要回應立法會議員通過的議案,必須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告一些立法會議員幫助保皇黨 這樣就不用負責任 你必須要這樣做